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11月25日 第29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在海南省海口市海口万美元码头广场举行 华语乐坛一众当红歌手参加 带来了一首首动听的歌曲 让此次盛典锦上添花 网友们想知道 作为华语音乐类的颁奖盛典 东方风云榜含金量如何呢 我认为含金量还是相当高的 东方风云榜创办于1993年 距今已举办了29届 历史悠久 庭选公正 因而含金量之高 那么 在本届东方风云榜颁奖典礼上 哪些歌手满载而归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所有获奖的歌手中 周深应该算是今年本届东方风云榜的最大赢家 一个人包揽了三项大奖 分别是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亚洲解出歌手奖 以及歌曲光亮入选年度十大金曲 周深一个人就拿到了这么多奖 而且都是一些很有分量的奖 说明他今天的乐坛地位 已经上升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 在年轻一代歌手中 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家已时日 一定能成为华语乐坛的中流砥柱 男歌手中 王源同样收获满满 也拿到了三项大奖 分别是亚洲人气歌手奖 最佳专辑奖 以及歌曲流星 也为你落下来了入选年度十大金曲 看着另外两个伙伴在电影界大放光彩 王源可不能落后 作用流量歌手 王源的人气一直很高 不过他遭受的质疑也不少 网友说他是流量大于实力 这一次 王源用成绩证明 他是有实力的 女歌手方面 邓子齐应该是本届东方风云榜的大赢家 一个人拿到了三项大奖 分别是港台地区最佳女歌手奖 亚洲最具影响力女歌手奖 以及歌曲超能力被评为年度人气歌曲 凭借我是歌手走红的邓子齐 是近年来发展最好的港台女歌手之一 能在内地乐坛闯出一席之地 足见其实力不凡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 邓子齐极有可能成为华语乐坛未来的天后歌手 跟其他女歌手相比 邓子齐的创作才华加分不少 使得她取得了惊天不俗的成绩 女歌手方面 周比唱的收获也不小 同样拿到了三项大奖 分别是最佳女歌手奖 最佳舞台演艺奖 以及歌曲Get Away入选年度十大金曲 作为最火的超女之一 周比唱这些年的发展总体来说趋于平稳 跟刚出道时的大红大紫相比肯定有差距 但热度还是比较高 在女歌手中是站得住脚的 不过以周比唱的发展趋势来看 成为天后有点难度 她的上限基本就到这里了 以上四个歌手 应该就是本届东方风云榜的四大赢家了 每个人都拿到了三项大奖 而且奖项分量也比较高 可见他们努力和实力是得到广泛认可的 另外还有一些歌手 也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奖项 比如单一纯成为最佳新锐歌手 Gay成为年度最佳说唱歌手 旅行团乐队成为年度最佳乐团 时代少年团成为年度最佳组合 似乎获奖的都是当下的人气歌手获组合 第29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圆满落幕 周深、刘雨昕、时代少年团 GEM、邓紫棋、G静一、郑云龙、沈梦瑶、邝林、 K、丹依纯等出席 带来一首首热门金曲和新歌手秀 当天获奖名单揭开面纱 最正、李荣浩与周笔唱问鼎最佳男女歌手 周深与刘雨昕拿下最受欢迎男女歌手 王源获得亚洲人气歌手荣誉 时代少年团揽下包括最佳组合等三座奖项 周深、刘雨昕夺最受欢迎男女歌手 王源获亚洲人气歌手 当晚、周深迎来大丰收 艺人抱的最受欢迎男歌手 亚洲结出歌手和年度十大金曲三座奖杯 他大肃钟情 表示今年是第七次来到东方风云榜 有种熟悉的紧张感 像每年的年终汇报 开心之余 感谢每一个能听到他歌声的人 周深特别提高音量 大声感谢粉丝 你们好吗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台上 周深带来歌曲光亮的深情演绎 标高音秀转音 不愧是行走的CD 清济空灵的歌声直戳人心 带来温暖人性的蓬勃力量 刘雨昕去年在音乐方面火力全开 上半年发行EP 下半年推出个人首张专辑 唱跳俱佳的他掳获了一大票粉丝 一路走来 歌迷们见证了他的披荆斩棘 不断前行 当晚 刘雨昕摘得最受欢迎女歌手 最受微博网友期待舞台两项殊荣 令人惊喜的是 刘雨昕祭出Boom Tick Boom舞台首秀 充满抑郁风情的竞歌热舞 与刘雨昕是配度极高 精彩演绎燃爆整个舞台 本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盘点了2021年度华语乐坛的亮眼成计单 现场揭晓各大荣誉归属 除了周深 李雨昕夺得最受欢迎男女歌手外 李荣浩与GEM 邓紫棋分别获得亚洲最具影响力男歌手和亚洲最具影响力女歌手 李荣浩与周比唱分别获得最佳男歌手和最佳女歌手 王源获得亚洲人气歌手荣誉 最佳组合由时代少年团荣获 旅行团乐队获得最佳乐队 黄陵获得传媒推荐大奖 时代少年团拿三奖人气足动子齐居 静一贡献精彩演出 当晚 时代少年团在盛典的分会场亮相 写百优界前来乍场 舞台魅力百分百 人气爆棚 由马佳琪 丁程兴 宋亚轩 刘耀文 张真元 颜浩翔 贺俊林七人组成的时代少年团 已经是连续第三年参与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 在不耽误学业的同时 少年们在音乐领域也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除了将本届的最佳组合亚洲人气组合两座奖杯收入囊中 歌曲哪吒也摘得十大金曲的荣誉 队长马佳琪对大家的喜爱表示感谢 他感怀良多地表示 这一年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 导致我们合体的时间变得很少 舞台的曝光也变得很少 时代少年团正在迈向第四年 前方虽然有很多困难 但我们始终会坚定不移地再站在一起 我们会始终坚持组合优先 舞台优先的承诺 妥善处理好学业和事业之间的关系 为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和舞台 也希望这些作品和舞台能够给大家带去力量 时代少年团会继续加油的 谢谢大家 刚刚发行新专辑启示录的GEM 邓紫棋在盛典现场带来 专辑中的两首新歌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和天空没有极限 高亢有爆发力的歌声 叫醒观众浑身细胞 此番邓紫棋狂懒亚洲最具影响力女歌手 港台地区最佳女歌手年度人气歌曲三项荣誉 为自己和歌迷献上了最珍贵的礼物 她还郑重向歌迷承诺 专辑太重要了 我会一直发专辑 获得年度人气歌手的居进一 当晚带来恋爱告急的精彩演绎 她以黑肠植造型世人 搭配蓝色舞台造型 俏皮灵动 又美又甜 作为今年SNH48多辟年度青春盛典第一名 这也是沈梦瑶首度登上东方风云榜的舞台 她奉上新歌绿洲首秀 宛如舞台精灵 让歌迷感受到了冠军的不俗实力 拿到年度飞跃歌手荣誉后 她难掩兴奋表示 这个夜晚充满了我很多的第一次 这不仅仅是我们的开始 请大家做好准备去迎接我们的第二次第三次相遇 我喜欢舞台 想告诉大家 只要有舞台就会有沈梦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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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